你 好大一只帅哥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 这是我家啊 你是 慕敏阿姨的儿子 对啊 你不是跟我说 这房子常年空置吗 怎么我一住进来 辽牧泽就出现了 那辽牧泽出现不正常啊 他才是这儿的主人好不好 你要不想跟他住 你搬出来 媳妇爸 我才刚搬完 毕业这儿两三年 我都搬多少次家了 夏初是女孩啊 当然是有女孩了 我没跟你说嘛 你当时跟我说是男孩啊 什么时候跟你说是男孩啊 我不管 我已经让人家把房子给退了 再说了 你忍心让人小姑娘流落街头啊你 他们医院有宿舍 这轮申请已经结束了 要不 你回来 回来也能当医生啊 干吗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我跟你说啊 当初我和你爸结婚的时候呢 任妈妈还专门跑来东安给我帮忙的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住你那儿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嘛 你知道外面社会有多复杂啊 给你两个选择啊 要不继续在那儿住 要不给我回东安 哎呀妈 叫妈也没用 当初买下这套房子 就是想让你早点结婚的 我听说 他儿子 是个军官 小姑娘长得怎么样 好不好看啊 妈 你想什么呢 你说我想什么呢 要不 我让你外公 到他部队上 找所有人打理他呀 哎呀蓝小姐 你别在这儿给我添乱了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解决 吃面吗 锅里 吃 你这面没放盐啊 放啦 一点点 盐吃多了 我对身体不好 每人每天不超过五克 走 走 走 下初啊 我得跟你谈一谈 等我吃完行吗 我中午这一顿 蛋糕到现在了 我一会儿要去医院 说吧 你要谈什么 第一啊 你到底住哪个房间 这间 这间啊 非定吗 之前慕敏阿姨跟我说 主卧的卫生间我也可以用 所以在你不在的时候 我就是偶尔 只是偶尔 借用你的浴缸泡泡澡 第二 这是什么 帅哥别那么粗鲁 你弄疼人家了 你别这么拎他 他会被吓到的 他说我紧回来的猫咪 你要加些眼眸也可以啊 我不希望在房间内 看到他的粪便 不能有毛 不能有味道 放心吧 妖心人的世界 比人类干净多了 第三 你想用主卧的浴室也可以 但是把东西收拾好 你的吧 我的记忆海绵文凶 我还以为弄丢了呢 你在哪找到的 我的烘烂机里 烤脏 行 第四 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听清楚了啊 一周之内 从我家搬出去 什么 搬家 你 你刚才还吃了我煮的面 你不记得了吗 记得啊 那么难吃 不是你 你真要我搬家呀 那你刚才第一第二第三 说这么多干嘛 直接说第四不就完了吗 看着你从天堂街露地狱的表情 挺有意思的 我可以付房租 我不学钱 杨木卓 你要是找不起搬家公司 你跟我说 我帮你找 这当友情赞助 好 杨木泽